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就知道你在2005年創立了Chuckers Green 其實在創立之前是有什麼啟發 令到你要堅持創立這個品牌的呢? 還有其實創立之前是否已經有很多新宣示 其實你是怎樣去挨過的呢? 好,這條問題挺複雜 給我分開這100元 那千禧年搞Chuckers Green的原因就是 其實跟現在很多年輕人一樣 就是1999年出來做事 整個市都倒閉了 阿彤彤又搞到那8萬5打倒了所有東西 那時候的港國行業很差的 只是搬自各自的,沒有創立 那可能是要一些很大很有名的設計師師 做到有誠意的工作 我那些魚毛蝦當時只是可以摘下自粒 那所以就 夜頭就做廣告設計 賺錢,存好資金 晚上就應當自己的品牌 希望有一天做到自己很想做的東西 還有很喜歡有些人觸碰的東西 我覺得那時候 香港是很機械化,很IT 很泡沫的 那我喜歡做手作 我很喜歡做華工姐 很多少女夢想想做的東西 都很想一次過在那個品牌做到 加上我年輕的時候 我媽的車椅 那她教了我很多製作的東西 其實可以很輕鬆 但是一邊做自己的品牌 一邊都沒有人買 我自己開了自己的檔口 頭兩三年 一個禮拜都沒有兩個客人 買了兩件東西都是百零元 這樣 是慢慢通 到負 那 那 然後就唯有接一些便宜工作 自由 生存 那還要給我媽媽 綺歐就是不給回家 因為覺得做這些事情很不孝 是啊 又找不好吃又成成這樣 那其實你之後 現在很成功 你家人會不會 贊成你 覺得是應該的 你當初的堅持是正確的 軟化 軟化了 你的堅持會感動到人 我經常覺得 你用一個無聲的抗議 好過我經常說 回家 你怎樣跟老爸媽爭拗都沒有用 因為他不明白 他看不到成績 他就不明白 他會覺得你OT其實去玩 或者是 什麼freelancer 不是的 他們沒有的 村家馬仙叫freelancer 那年 你要用成績去打動他 你要努力去感動他 看到你慢慢看到成績 家長自然會開始知道 我原來設計也有前途 我原來設計也有他的出路 然後再直到 我最記得最經典就是 2005年拿到獎項金去英國 都被老爸罵 就說 你不要以為你拿了50萬獎項金 就很威風 你不要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 都很嚴重 但是他這樣嚴重 就更加令我更加勤力去創造自己 看得出你是一個很樂觀的女生 真的 在你的設計裡面 我看到 Fatina 她這隻公仔 很多東西都是很樂觀 還有 其實我想問你 其實是不是很多時候 她的創作都是 可能你去玩完 然後就畫出來 因為好像都有點像你自己 其實是相反 等於繁高的畫面是最漂亮 但她的人生是最坎坷 其實當我畫出來Clorine的時候 我的世界是最黑暗的 但是就是因為我投入了她 這麼快樂的世界裡面 我得到另一種快樂和滿足感 就是因為現實的世界 給了太多壓迫 很多的 很風吵 在香港很多東西都是石屎心狼 很困擾 我創造了這個角色 Clorine裡面創造了另一個世界 我每次走入到我的童話世界裡面 我完全 很老土 說釋放 我完全是不想走出來 有很多時候 陶醉了在那個世界 所以我很喜歡工作 就是這樣 因為我一工作 就進去了那個仙境 但是我一抽來的時候 你聽到剛才那段訪問 是多少的數字圍繞著你 切雞街其實有一半都是說的數字 那一邊我其實是最覺得 抑鬱的 對 其實真的沒有想過原來你在背後是這樣的 辛酸 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一個設計師 畫出來的東西 就代表自己的 其實是的 但是我… 內心深處而已 對 原來你內心深處是… 是開心的 但是我周邊的環境是壓迫的 嗯 那你其實說得對 就是說其實你越忠於自己 你的創作 就越容易感動到人 我真正的自己是可以很歡樂的 但是可能一些破碎的童年 或者一些陰影 或者世界壓迫 你會有很多道場包圍著 但是如果你忠於自己的設計 你就釋放了最正的正能量出來 是的 其實你的家庭背景 嗯 覺得你喜歡設計 你喜歡練習 都是因為你自小的經歷 嗯 令到你有這麼多DIY 自己做事 是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件不好的事 但是同事 也都令到你成為了一個很好的設計師 那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 沒錯 就是可以用這樣 即是如果我是富二代 然後我媽媽是波場勝手 我一定不會喜歡DIY 我一定現在穿上了甲 跟你說波場有多好玩 但是反而我很喜歡 以前六十年代 我看到我媽媽那種黑苦內勞 那些工廠妹的生涯 我很感動 所以我對Heritage的興趣就是 上一代年代那些香港精神 現在我們就是覺得很Bullshit 你上一代年代就是這樣說 獅子山脈很老套 因為我見證著 所以我覺得就算今時今日 我們的成功機會率可能少了 但是亦都有它的可能性 是 那我講回 我看過你的一些訪問 你就講過 香港和英國那邊 讀詞計或者讀Art的分別 那他們那邊的老師 就沒有那麼商業化 是 要求你要多些去想像力 多些想像力 親力親為 是 不讓他們用互聯網去找資料 沒錯 凡事都一定要出去做 對 但是香港就不一樣的 香港真的 快點正 對 商業化 總之就最快的 最短的時間 最快的速度 交到課 亦都快點找到工作 對 那我就覺得 其實應該要改變 我們 雙方 凡事都有正面和負面 我覺得香港這種方法有好處 真的我們的學生出來 是很準備好 得到工作經驗 我其實很印象香港的學生 一畢業出來 好像做了幾年 你這麼厲害 那些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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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英國那邊 是教你理想法定 凡事要多角度去思維 還有要教你去 做功課 不讓你Google 不讓你用PowerPoint 令到那個人對Multimedia 即手作又行 拍照片又懂些 這些東西都懂 做話劇又懂 那兩樣 而且他們很創意 那如果我覺得 那優勢就是 你拿到外國那種思維方式 但是你入香港小朋友 那種Flexibility 和那種技術 那你就正殺 你殺死 但是我看現在 因為中國大陸的問題 我發覺 還有香港的司法 很多設計都真的 很像 對 完全沒有創意 開始 空洞 這件事是商業 令到香港的創意都沒有 有創意的東西 反而已經沒有創意 那你覺得 有什麼意見 在你看 這個問題這麼批判性 這個問題 你有偏頗 這句話 嗯 給我中容之道解釋給你看 其實 在一個 其實經濟這麼混沌的時間 其實真的難 我們會好像先進去 丹麥 芬蘭 繼續有這麼多的資金 和這麼多的研發企 去做這件產品 我可以說一件事 我們的USB 我們會換衣服 公仔USB 拿了獎 那些東西 我們用了18個月 只研發 說它的USB 怎樣換衣服 都不是說高科技 iPhone 但是 研發了出來 有一個好處 艱辛研發出來的 就是 我的競爭 老實地走過來 Polin 我抄不到你的東西 那隻USB 因為太貴了 賭國帽 和研發期太長 我抄都要抄九個月 所以我都是抄一些 三個禮拜做到 然後copy到的東西就算了 那 你做有誠意的東西 可以保障到自己 就抄都沒有那麼快 但是 在這麼急速 這麼即食的文化裡面 其實很難 每樣東西都是用 18至19個月去研發的 所以也都是我理解 現在香港有這麼即食的東西 出來了 那我先說回 政府對於我們 香港設計學生的方面 例如搞展覽 你剛才也有說過 可能在英國 他會給你一些很大的位置 給你去做 你可以有很多機會 去展現自己 人家都可以很容易這樣發掘你 只要你是好的 你有用心 你有用心 做就OK 但香港不是 香港如果你沒有錢 你沒有名氣 他給你那個位置 隨時連一些人 很難去經過 很難受到你 那你覺得 其實政府是不是 政府不是不捨得 扔錢給我們這些學生 對 其實他們是否可以改善 你有沒有其他方法 令我們更加好呢 其實他們有些不好 就真的 撥去給設計 或者是給藝術的地方 永遠扔掉 那些最不值錢的地皮 牛棚 你怎麼會去那裡 看藝術 因為英國 是會給一些最最主要的地方 搞藝術的 封路都可以搞藝術市場 在一些最主要的地方 所以 好像銅鑼灣 收百多萬一個月租的地方 給你做藝術 那他們政府是比較撥出去 就沒有我們那麼淪式 每一呎的租金 但是有一個好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政府是正的就是 我記得我去倫敦 拿個五十萬張學金過去 包著包著包著 我所有歐洲的同學 都是很羨慕的 因為他們的張學金 真的只有一個比例 很可憐 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香港這麼有錢 給那麼多張學金 我們沒有 那不同 還有我們出去外國展覽 我們說有半價的 那邊沒有的 所以你應該爭取香港有正的東西 就盡量去爭取 如果一些衰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 你嘗試去外國度試考穩 就是每個國家 一定有它好和不好的 那 香港方面有很多地方 真的要改進 是 其實我自己看到 其實領埠真的不是 不疼我們自己的學生 是的 那是真的有一定的 還有我想說校舍 香港全世界最好的校舍 我懷疑 我記得我在聖馬鐵 讀碩士那間店 真的有到塌 接著那台電腦慢到爆 差在那些花花地水不少 那個拉把那些書 只有幾百本 但是你去到 大一期也好 不管DI也好 它的校舍是漂亮到橫 資源是很豐富的 那些機器是最新最漂亮的 那所以 我們的硬件是舊的 在香港 是軟實力 可以更加 improve 那另外一方面 我就說一下創業 其實你剛才也有說過 地產大權 我們真的都很難去創業 特別是開店 當然不要開店 真的搞得整個都偷銷 加上版權問題 有改善 但好像也不太好 始終好像大財 令到我們真的很難做 是 其實你覺得 在這方面 我們剛剛出來 有什麼都不懂 是應該怎樣去學 什麼東西 去保障自己的設計 我有兩題 因為我剛剛出來的時候 本地創作簡直不入流 我們本地的角色 簡直是 沒有可能跟日本動漫比下去 為什麼我的公仔尾眼 就是 那時候最流行水晶眼 烏鷹眼類角色 然後女人流行沙綠 有些沙綠的角色 所以我設計了一隻完全相反 沒有烏鷹眼 沒有身材的角色 也本地創作 那時候還沒有尊重 也沒有那麼多資金 還有現在 你不是經常有些藝灘的東西嗎 蔡美會那些 我們那個年代就變成零 我記得我手製了一些東西出來 人們就覺得 嘩 搞錯手製 我媽媽都會弄 這樣就吹爆了 那其實現在的風氣是好 很尊重 本地不錯 但是輸涉的就真的 就算有那些市場也好 跟London London真的封了一條最正的街 給年輕人擺檔 每個星期六 你申請了 你開最適合的地方擺檔 而擺檔那條街 譬如在英國的Bricklink 所有旅遊集集集都會報道是至潮的地點 香港就真的失縮一角 但是都比沒有好 因為這是一開始 因為在英國做Craft的歷史已經幾百年 我們香港數了幾十年 那就要給時間去令到風氣變成一個trend 而且要多些人 要多些人做 其實數成了手製 不多 其實也是 另外有一條關於你的意思 在你設計方面 你會不會之後嘗試創造更多不同的產品 再代表自己的一家公司 會 即是不斷故事 都會再會的 是的 不斷故事是新年的 而角色不斷會成長 還有新的出現 我們都會繼續去做 因為現在都是24.7天 無不憂的創作 不會因為 優惠收緊的錢 接著收起來 炭那些 不會因為 喜歡創作的人是 addicted的 即是你要我停下來 現在我的手掌都是自己起的 我現在繼續回去車探 做衣服 做展覽 都是自己手服 那種熱誠是會繼續下去 如果你真的喜歡我行的話 你不會因為 觸碰了或者上作案 而不繼續向前 因為你一定淘汰 香港人真的太容易 由後龍蓋過來 哦 其實也是 最後 你們這樣害怕 最後你們想 那你是會不會被一些說話 支持我們讀設計的衣服 那些人 嗯 有些什麼鼓勵的說話 我已經 我的經驗 可以跟你們說 就是 無論你有多少人反對你 家長 最親的人 背叛你 我的partner 背叛我 我的staff 當全世界都陷入一個最黑暗的時候 你記住 你自己要相信自己 你心裏面那條火燃燒著 亮著了 只要你不愛自己 你一天你的夢想就會 一步一步地拉琴 這次不解釋 謝謝 因為你哭 最简И 跟你們想說 你問你 快點 你回想 那些人 都給你 一定要